就是说在哪边呢 在这边画 这边有个圆 这个圆的半径 40 然后可是呢 这个上方会有一个这个 凸出来一块 凸出来一块这边有20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这边画个20 但是 这个地方画法有两种 一种是先画圆 一种是把它当弧来看待 那我们先用那个画圆的方法 如果说画一个圆 对不对40 如果说你要今天要刚好 要可以画出上面这一块我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 往这个 中心点 追踪过来 或者你画一条线也可以啦 画多少呢 20的一半 10 其实我建议你用追踪了 过来 10 从这个10 往上画一条线 那线多长呢 反正没关系 超过他就可以 超过他之后不是有个焦点 然后把这一条线再往这边怎样 偏移多少 偏移 20 所以这边不就会有两个焦点 那这两个焦点我可以怎么样呢 从这个焦点向上 15 过来多少 20 再折回来 15 有没有 最后把这个 修剪修剪 修剪修剪 这个图就做出来了 这个是第1种画法 是用 画源的方式来做的 我们来先做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 其实以后你就思考 每个图其实都是类似像这样做出来 也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画法也许不太一样 40 对不对 今天点中心点拉一下 40 Enter 这个画源应该没问题吧 跟前面一样 接下来的话 画一个 凸出来部分 线段应该会吧 找到中心点 特别是如果你中心点没出现 你就碰一下那个边边 它的那个周围 然后呢 中心点就出来 那你可以 我往前推好了 碰到他 不要点下去 移过来 用追踪的 如果你用追踪的话 就直接输入 从中心点追踪 10 所以特别是要追踪 这条线要存在 然后往这个方向 10 Enter 这个就当成起点了 从中心点追过来 10 如果你这个追不出来没关系 就画一条 线 有没有 10就好了 他一样会有个端点 但是你都说他删掉麻烦 那直接怎么样 从这个起点往上 拉一个垂直线 穿过去就可以点一下 这边就一个焦点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条线怎么样 做偏移 偏移距多少 20 Enter 然后把这条线 搬过来 有没有 接下来的话做什么 画线 从这个焦点 记得一定是叉叉焦点 向上多少 15 Enter 然后过来的话 就是20 20 Enter 一定要是水平 然后再拉下来 到焦点点一下 结束的话按空白线 结束掉 然后呢 你就把 这条线 跟这条线 因为它是辅助线 把它做什么 删除掉 这个时候呢 最后还差什么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缺口 你就用修剪 空白线 把这个缺口 点一下 OK 那这个图形就完成了 这是方法一 画圆之后 加上偏移 就可以画出这个部分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好 好 好